那在大家学习太极拳之前 我依然是建议大家按照我们的课程顺序 先练行义八卦再练太极 因为我作为一个老师 还是想让大家真正的出大功夫 而不是一般的功夫 你只练太极能出功夫 但是如果你不练行义和八卦 你没有装功的话 你很难出大功夫 因为在中国练武术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每个门派都说自己好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例如我练八极 我认为八极是最厉害的 我练摔跤 我认为摔跤是最厉害的 我练行义 我认为行义是最厉害的 我练太极认为太极是最厉害的 但是那并不是真的 每个门派的功夫都有它的缺点 虽然我们对外说不礼貌 但是在这个课程中 我可以跟我们的学员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大家关于中国功夫的弱点 各个流派的功夫 弱点和长处 以及如何与西方的搏击对比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第三本书 叫做内境变革 在咱们的光帆网站上也有 我拍了两个小时的视频 包括写了一本专门的书 去阐述里面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在这个视频中我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很多优秀的老师 都是融合了好多门派的功夫 例如八级螳螂拳 融合了八级和螳螂的长处 功倍加披挂 神鬼都不怕 所以最好大家还是先练习行义八卦 建立很强大的装功 然后再练习太极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我只是建议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练习